函点八位女娲后人 个个都是惊艳时光的白月光 她们之中有小爱也有大爱 有的实力虽弱却弃爱救苍生 有的实力虽强却为爱弃子民 这些女娲后人中谁最美呢 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聊聊女娲后裔 第八名小蛮 小蛮是先见游戏改编的电视剧 云之繁中的女娲后人 小采琪所饰演的女娲活泼可爱 也愿意为了苍生牺牲自己的生命 小蛮是先见一中 赵灵儿与李逍遥所生之女 李易如的女儿 是赵灵儿的外孙女 阿努作为圣姑将她抚养长大 继承了阿努的性格和一线千的法术 她来自苗疆会使巫术 穿着一身苗疆服饰 加上几股鞭发灵动俏皮 虽是娇蛮但是纯真善良 女娲世代守护苍生 她在追捕毒影找回土灵珠 和寻找外公依贫的过程中 认识了江云凡 又经历一系列任务后 结识了喜爱之人龙幽 与龙幽江云凡在各种机缘之下 成为了鼠山弟子 第七名 小雪 小雪是鼓励那扎在轩辕舰中 所饰演的女娲后人 作为新疆人的那扎 五官立体 眼神深邃美丽 身材鲜瘦高挑 美得很有抑郁风情 她出演的小雪清新脱俗 温柔婉约 气质外形十分符合 但是 角色人设是一位小白兔 加上刚出道不成熟的演技 导致眼神涣散 表情呆滞 不讨喜的人物性格 处世优柔寡断 又与剧中男主暧昧不清 因此 被观众评为较差的女娲后人 女娲后人担负着辅助大帝皇者 解救天下苍生的使命 她是鬼谷子的女儿 自幼在鬼谷无忧无虑 她的美貌一出场 便惊艳了陈景筹 每一套长裙搭配公主卷发 简单又精致 她一心爱慕着剑吃大哥 她一生都在追随挚爱剑吃 但是剑吃只是宇文拓的分身 剑吃变回宇文拓后 世间再无剑吃大哥 宇文拓的选择 一直都是深爱的宁科 而天真单纯的小雪 永远都是一位局外人 第六名 风情雪 风情雪是来自幽都的女娲后人 心鸣美如蓄日暖阳 她一生都在为爱执着 她为爱而生 为爱而活 为爱而寻觅一生 杨幂所饰演的风情雪 活泼美丽 非常漂亮的眼睛 加上弯弯的月牙笑 特别有灵气 刚出场的风情雪 刘海造型有点呆萌 但是后期的风情雪呢 加上华丽的服饰 每一套穿着都十分亮眼 无论是发饰还是服装 都掀气十足 连使用的武器 都十分还原游戏造型 被誉为最美的清雪 她是一位女娲族后人 世代守护女娲的巫女 最开始 她为了找寻走失多年的大哥 遇见童年伙伴百里图苏 在一系列任务下 遇见了一群好友 为了解救百里图苏体内的煞气 踏上寻找逆天改命的方法 与图苏相知相爱 最后图苏魂飞魄散 她放弃女娲职责 换取永久寿命 一生都在寻找百里图苏魂魄 赵勋重生之法 女娲传人风情雪 在人世寻找百里图苏九百年 那么天煞孤星花千古 又落得怎样的结局呢 第五名 花千古 作为天煞孤星的花千古 却是女娲的后人 赵丽颖所饰演的花千古 甜美可爱 她天真善良心无杂念 成为了白子化的弟子 为她熬粥煮饭 又用自己的血来为她解毒 在每日与白子化相处中 逐渐爱上了自己的师父 又因生怀异乡 自小被妖魔缠身 经过种种磨难 一系列转折后突破封印 爆发了体内的洪荒之力 成为了妖神 身边的朋友为了保护她 也逐渐死去 她也最终 死在了自己最爱的人手中 花千古前妻的造型 两个小丸子发际 搭配着她圆圆的脸蛋 十分纯真可爱 后来 成为妖神的花千古 大大的眼睛搭配浓妆艳抹 一袭红衣 尽显气质 黑化后的花千古 即使六界与她为敌 但她不曾害过无辜之人 无论妖神的花千古 还是纯真的长流弟子 都是十分美丽善良的神 第四名 紫轩 女娃呀 一直是苗疆人民 所信奉的神族后裔 秉承女娃一致 世代守护着苍生 视为大帝之母 紫轩轻儿灵儿 她们的灵力 是代代相传的 她们原本是人手蛇身 但唯有紫轩 是完全的蛇身 她的本体是子中带黑 可见她的实力较强 但是恋爱脑的子轩 一生都在追寻爱情 从苗疆来到中原 遇见了一生挚爱顾刘芳 顾刘芳作为道士还俗 最后遭受世人反对 又与顾刘芳殉情 圣姑调动了大帝的灵气 才将她救了过来 第二世的顾刘芳 是林叶萍 与子轩成亲 生下了女儿清儿 因为种种误会 而死在了南兆叛乱 但是子轩为了找寻 下一世的顾刘芳 封印了清儿 来维持自己的寿命和容颜 等到第三世的徐长青 子轩特别貌美 一眼就使得道士徐长青 面红心痛 又利用美貌 使得魔尊重楼 对自己倾心 偷走了魔尊的心 为了维持美貌 修长的身姿 貌美的容颜 十分妩媚多姿 她使美貌与实力并存 但却责任心不强 为了爱情抛弃职责 被评为最自私的女娲后人 还在最后幡然醒悟 与徐长青放过彼此 惊艳众人的子轩只排第四 那么众多美女中 谁排第一呢 第三名 青儿 青儿乃是由唐人旗下的 孙丽所饰演 唐人旗下出美女 年轻时的孙丽 连青色的胡歌见了 都十分羞涩 她出场不多 但是却一眼就让人 记住了她的容颜 气质绝美 是剧中赵灵儿的母亲 青儿乃是子轩 与林叶萍的女儿 为白苗族打祭司 按照剧情啊 她被子轩用水灵珠封印了几百年 因此灵力受损 因此 在最后为了封印水魔兽中现身 她在大战水魔兽的剧情 也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画面 她所饰演的是一位 温婉贤淑的女娲后人 满怀大地苍生的巫后 被拜月教陷害 被南兆国子民误认为 人身蛇尾的妖怪 她最终蛇小爱 放弃与国王的爱情 为大爱 为了天下太平 她将水魔兽镇压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她最终变成了一座雕像 把水魔兽镇压在了湖底 虽然尊丽气质并不是 倾国倾城乱世美颜 但是呢 有着淡雅清新的从容气质 第二名 仙月 仙月是由盛世美颜 钟心童所饰演 对于出道多年的阿娇 饰演过不少的古装角色 大家最爱的更是 她所饰演的女娲后人仙月 盛世美颜加上漂亮的发饰 清冷的气质 犹如不识人间烟火的女子 举手投足 尽显优雅气质 她一人食言两军 一位呢 是女娲坐下大弟子 属于女娲后人 仙月为苍生留在人间治理水患 后又与问天相爱 遭遇鬼地陷害 二人相互残杀 不过 最终的结局 她在与石游明和腾蛇摩阴对战时 全身筋脉剧断 导致她昏飞魄散 另一位身份是仙月的转世 古灵精快 因为考古而穿越 仙月对转世后的自己并没有情感 展开了一场前世今生恋 作为女娲后人的仙月 她的武器是笛子 仙气飘飘吹着笛子战斗 加上精美的特效 世间美貌没过于此 她有着精美的一面 抬头仰望天空 一张楚楚动人的面孔 连帝王荣笛都贪图着她的美貌 第一名 赵灵儿 女娲后人第一位便能够想到 仙气与灵气并存的赵灵儿 刘亦菲所饰演的赵灵儿 直至今日还使得大家念念不忘 还有着神仙姐姐的童年滤镜 原本是仙剑游戏中的人物 后被翻拍电视剧 人设乃是女娲后裔 属于影视剧中的白月光 赵灵儿是亲儿的女儿 按照网上所串通的人物线 也算是子萱的外孙女 人物性格纯真 但也并不是傻白甜 是仙侠剧中的女主天花板 出尘脱俗 一出场便惊艳了男主 后与男主结为夫妻 原本是南赵国的公主 因被拜月教的谋害 与姥姥一直隐居在仙灵岛 最后为了保护子民 而牺牲了自己 刘亦菲当年刚好18岁 赵灵儿的天真脱俗 坚强勇敢 都呈现了十分完美的状态 爵士的容颜搭配青色帅气的胡歌 李逍遥与赵灵儿 也算是大家磕CP的鼻祖剧了 以至于十几年过去了 大家一直还在期待着 二人的再度合作 教育不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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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